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事实上我们是不可能找到这么一个理想的震荡电路 因为任何的一个导体电线它都有电阻 有电阻它就会消耗电难 那么电能消耗了 那么它的将来的电流就会逐渐的减少 电量也逐渐的减少 最后就不震荡了 那么我们叫这种震荡像阻尼震荡 就跟我们以前讲Simple Harmonic Motion的时候 我们也讲过阻尼震荡 那么这个跟那个一样的东西 我只是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我们讲到这个震荡电路 那么今天我们再讲一下 当震荡电路里面的电线 它不是理想的电线 叫Damped Oscillation of RLC Circuit 那就是说我们本来 本来只是有一个电容器 跟一个电感器而已 那么这个电线都是理想的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电线当作不理想 那么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电阻 会有一些电阻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接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这个CLR 那原来这个地方有Q 负Q 那这个电流是I 就是说最初它是Q Maximum 那这里没有电流 没有磁场 我们把这个开关关上以后 扣上去以后呢 就开始有电流了 那这个电量就逐渐的减少 那么这一边呢 就会有磁通量 磁通量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式子 这个时刻 我们当作T等于T的话 T等于T的话 这个上面的电流是I 电量是Q 电量是Q 那于是我们呢 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呢 写成这样子 这个是Positive VC 那这个是Positive VL 的电流 目前这样子过去 所以这个是V R 那我们走一圈 用KVL KVL KVL 你走一圈的话 压身跟压降的数目 要一样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呢 是VL 加上 VR 要等于VC OK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 V呢 VL VL就是这个地方的 感应电动势 就是它的端电压 端电压就等于 感应电动势 我们要取正值 因为Polarity 我们已经画上去了 那DI over DT 现在是怎么样 减少的 对不对 DI over DT 是增加的 因为你一接上来的时候 因为有电感器 所以呢 你不可能一下子变很大 电流是慢慢增加 所以这个是 DI over DT 是positive 正值 那这个是L 也是正值 因此呢 这个就是一个正的 然后再加上 I 乘上R 就是这个电压 然后再加上 等于 Q over C Q over C Q over C 这个就是它的 Circute Equation 那这个里头 L R C 是常数 Q 在改变 因为Q 不断地放电 所以Q 不断地减少 那电流呢 就不断地 增大 那这里头 我们看看 I跟Q 是变数 但是它们 不是一个 常数 它们不是有 不是一个 没有关联的 它有关联的 I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 DQ over DT Q是代表 电容器上的电量 那么电容器上的电量 它是 谁做 时间减少 所以DQ over DT 是负值 负负 才会等于正 因为我们现在 电流的方向 是这里 所以 DQ over DT 是从这里 任何一个界面 是这样穿过来 那么 正好是 跟这个 跟这个Q 电容器上的Q 是减少的 有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把它 带进去 我们就会得 L DI over DT 加上 IR 要等于 负的 要等于这个 这个是DQ了 我们先用Q做好了 先用Q来做好了 那这个就是L I是等于 I是等于这个 所以是负L D平方Q over DT平方 再减掉 R 乘上 R DQ over DT 要等于 Q over C 这个声音很小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个 现在可以把它 通通摆在 同一个 等号的同一边 那我们就变成L 我们就解这个 我们现在把它 写到同一边好了 D平方Q over DT平方 我们都用加的 加上R DQ over DT 然后呢 再加上 加上 C 分之Q 这个 变成C 分之Q 这个是一个 二次的 微分方程 那么这是一个 微分方程 那么我们就 不去解它了 我们不去解它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 Equation 它的Solution 我们把它写出来 它的解 那个 它的解呢 就是 Q 是 时间的函数 那么它是等于 Q Maxima 最初的 电量 然后Exponential 负的 R over 2L T 然后乘上 Cosine Cosine Omega Prime T 加上 5 变成这个 那么这个地方的 Omega Prime 是什么东西呢 Omega Prime 它就是等于 Omega 的平方 减掉 R Omega R over 2L 的平方 那这个Omega呢 它就是我们 在震荡电路里面的 Omega 那这个 Q跟时间的关系 那就是 它可能会有 三种关系 有三种情形 那要看 看你这个 条件是怎么样 不过我们 只是 稍微 讲一下就好了 一个就是 它这样子的 本来它这里是一个 Ampitude 一样的一个 一个Cosine 的函数 但现在因为 它在有阻尼 所以呢 它能量 不断的消耗 所以它的Ampitude 不断的减少 不断的减少 那这是一种 那还有一种呢 它就是从这里 直接过来 那还有一种 就是 有这种 那么 你们回去 可以看一看 我在 Simple Harmonical Motion 里面 跟你们所谈的 这三种的情形 OK 我们今天就 不再花时间 在这里了 啊哈 不再花时间 我 不再花时间 感谢观看